我們今天試駕的是 Nissan Juke 那 Juke 為什麼叫 Juke 呢 其實這是一個橄欖球術語 它是四分位在閃躲對方攔截假動作的意思 它用這個車名就是代表 它這台車有非常好的機動性 跟整體的一個跑格設計 那講到跑格呢 我們就要先來講這台車的外觀設計 其實這部車從它設計師的手繪稿 到後來發表的概念車 一直到我們現在眼前的這個量產車 其實它整體的外觀造型的設計 沒有做任何太大的改變 也就是說呢 它跟手稿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呢 我們在講外觀設計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先看一個重點 就是它的腰線 它在腰線以上呢 其實是非常跑車的設定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A柱到車頂 這個轉折的地方 其實跟 Nissan 3701 非常像 那再加上它這個車頂的線條 向後斜切以及腰線的上揚 讓整個車窗的面積越來越小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跑車化設計的元素 那在腰線以下呢 它又是一台不折不扣的SUV 我們可以看到它加高的底盤 甚至是前後的輪拱都非常的粗壯 然後非常的外擴 營造出一個休旅車強悍的氣勢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車頭設計也是非常的特別 那特別的原因在於呢 它是採用一個拉力賽車的設計 我們可以看到拉力賽有很多 前面裝了一大堆霧燈啊什麼 其實它的概念也是類似喔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邊上面是它的方向燈跟小燈 然後呢在這邊 保桿這邊兩個大的圓形呢 是它的大的頭燈 然後下面部分是霧燈 然後最特別的一點是 在進氣巴爾這邊 它有三個圓形的設計 其實就是為了呼應它這個頭燈兩個圓形 這成為一個五環的造型 就是拉力賽的那種頭燈的設計的感覺 另外一點很特別的是 它在後門這邊沒有門把 它把門把隱藏在這個C柱上面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特別的設計 另外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車尾 車尾的部分呢 其實它為了營造它整個跑格的感覺 所以它不像一般SUV採用的那種方正的尾門的設計 它在車尾向下切的這個線條 然後再加上整個尾門先背的感覺 就營造出它是一個兼具跑車的外觀造型 以及SUV這個多功能設計的概念的一款跨界修旅車 相較於它車室外非常前衛大展的設計 其實它的內裝設計也有一些特色 但是相比之下沒有那麼來的強烈 它整個內裝設計其實是用重機 來當作一個發響靈感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這個排檔座這邊 它其實就像是一個重機的油箱蓋一樣 像重機的油箱 它是採用這樣子的設計 然後它的儀表板也是採用兩大圓的設計 就看起來就很像重機你在駕駛 在騎乘重機的那種感受 除了這些之外 它為了讓這個車子的駕駛的操作 可以跟車子整個結合成為一體 它在排檔座的部分跟方向盤 其實它的距離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短 就是為了要達到一個人車一體的境界 除了這些設計的造型的東西之外 它一個非常特別就是這個人性化的超駕介面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整個面板設計 它是採用一個背光的LED的設計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空調模式 所以你看到冷氣的一些操作介面 但是當你按下駕駛模式之後 它的介面就換成Normal Sport Echo 就是不同的駕駛模式 甚至是你看到它一個非常有趣的設計 它甚至有GeForce的感應 然後它有三個模式 就是Normal它的顯示畫面 就會變成扭力的輸出的圖案 然後在Sport部分它是在Power 就是馬力輸出的圖案 在Echo模式之下 它會顯示的是一個瞬間的油耗 它還可以統計你整體的油耗在過去行車的一個表現 它把這個所謂的冷氣跟它的一個駕駛模式 通通整合在同樣的面板上 不像一些車款它可能有另外的旋鈕 另外的按鍵 搞得很複雜 它其實通通整合在這裡 你在駕駛的時候 其實用眼角餘光 就可以看到現在的狀況大概是什麼樣 其實這後座空間比我想像中的大 本來以為因為它外型的設計 可能在整個後座的西部空間 甚至是頭部空間 都會有非常重的壓迫感 但其實坐進來 其實西部空間不算寬裕 但其實還OK 因為畢竟像我這樣的身材 還是可以很充容的入座 那主要我覺得最大的壓迫感 來自於它的這個車頂的線條 這個部分其實還有蠻重的壓迫感 但是好在呢 JUKE的後座 它的這個座椅泡棉設計 其實還蠻舒服的 讓你整個人坐進去 有一些線下去的感覺 然後整體的這個支撐性跟包覆性還不錯 所以你在坐下來之後呢 沒有像一般的那種比較硬的座椅的表面 可能把你整個人頂上去 會頂到天啊 或者是頂到旁邊的這些 其實都不會 所以它整個座椅的乘坐舒適感 是非常的不錯 開了JUKE在路上 其實還蠻多人會注意的 不過呢 今天我們試駕的車子 它是1.6的汽油版本 然後沒有渦輪 所以它整體的動力表現 搭配CVT的變速箱呢 其實就八個字 是秤值有餘 後勁不足 那這樣子的動力 其實我沒有辦法 做太過激烈的操駕 或是太過苛刻的要求 因為其實它整體的搭配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節能的取向 那我們可以看到 它原廠公佈的油耗數字是 1公升可以跑超過18公里 這是能源局公佈的 美規的油耗數據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經濟性的表現非常的搶眼 那在整個底盤回饋方面呢 因為它在這部車 為了強調它的操控性 所以它的懸吊行程雖然長 但是整個阻尼的設定 跟碳框的搭配 其實它是非常硬朗 那對於這個路面的回饋 也非常的直接 那在程式性上面 當然不落一般的SUV來得好 然後踩下油門的時候 它這個動力的湧線 其實不會來得那麼的粗暴 其實它是非常的平順 那再加上這個CVT變速箱 它都沒有這個換檔的頓挫 所以加速的感受 其實就是我剛剛先前講的 就是它其實表現中規中矩 其實沒有什麼熱情 那整體開起來的感受呢 其實就跟一般的小型先輩車一樣 雖然它是一個所謂的跨界車款 但是其實它整體的操控性 它的變換車道的時候 它整個轉向的靈活度都非常的足夠 而且不會有那種軟腳的感覺 那綜合以上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還蠻期待 1.6T的動力架構在JUKE上面的表現 那我們預計也會在七月底的時候做試駕 那就跟我們一起期待吧 我們一起來並且將這時效的 就是叫自時效的 多兩次的動力架ista 但是我們有得了 我們來看就說 我們要是來看 咱們的貼心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